抓好構圖 拉長鏡頭 每一個精彩的瞬間 都是熱血沸騰的時刻 其實透過鏡頭的話 你會看到他們認真的表情 然後就會覺得說 我整個身體都跟著他們在動在跑 雖然我只是 站在一個定點的位置在長鏡 還好吧 沒關係 這個 在球場常常會這樣 像這樣的意外 時常發生 但人交不習這位磁蘭專屬攝影師的熱情 眼彎四面 耳聽八方 他是場上的紀錄者 觀察者 更是見證者 但這一切一開始是個人情壓力 球場需要有家長志工的投入 那需要人才 比較少看到他 我就會打電話問說 這個禮拜天要不要來球場 於是他收起愛玩的個性 來到球場 學習陪伴和付出 也在快門間尋找感動 即使自己的小孩到花蓮念書 離開磁蘭 他仍堅持留下 陪著其他的孩子一起長大 五六年級的時候 對 那現在已經都高一了 細細數著 回顧的時刻總是讓人感動 而這一路上的收穫 只有他最知道 我們是重複的在看 這些小朋友的成長點滴 很有成就感 因為自己好像也可以 陪伴他們成長這樣子 三條 好 四間炒半條 然而這樣的情懷 不只在球場 床外的這間早餐店 也有著像家一樣的溫暖 一定要配一個綠色的 就是小黃瓜 如果沒其果 我們就配一個綠色小黃瓜 小黃瓜切圓圈圈圈 我以前不會做什麼圖絲 還有老鬼做這樣 然後叔叔叔我都要 一個一個綠色的腳這樣 很有耐心 他覺得媽媽工作蠻辛苦的 那寒暑假他就想要去打工 那剛好我們店裡也需要人手嘛 想說他多 就是他也可以來幫忙 那也可以學習 那慈懶的小朋友 當然就是睡好的啊 這樣 所以你的那個可以轉 陪伴的孩子和自己 沒有寫緣關係 卻有著與家人般的好情感 然而慈懶的精神 不只落實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經營二十年的早餐店 店裡的菜單也因此有了改變 因為我們小朋友參加慈懶 那我們每個禮拜六下午也會去啊 那有時候慈懶會辦一些 管理蔬食的活動啊 那相對的我們在那邊有參加 那回到家裡社區 我們也想要這樣子做 店裡也開始想說來改成蔬食 像我本身做素了之後 我發現一定要給客人多吃一點蔬菜 慢慢去調整 歷經症痛期 在困難人堅持店裡推廣素食 守護客人的健康 也因為有這些家長們的用心 才能讓慈懶精神走出球場 走進心裡也落實生活中 你沒有了 我不是就沒有了 我就是要報告 你不會再想鬥 你會不會再想像某 你不會再想像我 你不會再想像這樣 墨熟 你不會再想像